大家好,我是孟宜,然后现在身处我旅行的第163国,委内瑞纳 那么我今天刚刚抵达委内瑞纳的首都加拉加斯 然后就很幸运,在加拉加斯有在这边的华人叫阿权 阿权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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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愿意跟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好,您好,我叫权,我来自广东岸旁 啊,很高兴,我在委内瑞纳差不多有20年时间了 哇,就是老委内瑞纳,虽然你年纪很轻 但是就是你在这边的就是比较自身嘛 然后就是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在委内瑞纳的故事 就是当初是因为什么因缘而来到委内瑞纳呢? 啊,原因就是当时那个时候吧,自己的家庭都比较贫穷 嗯,老爸老妈就是农民嘛,农民工啊 就是那个时候自己的思想也比较成熟 嗯,想找一点出来,社会刚完 让父母不要那个承担那么大 哇,就是就是找当家 嗯,对对 嗯,那您就是当年出国是你自己一个人吗? 有其他同伴吗? 啊,对,有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恩平吧 恩平2023年2024年2025年 那那这几年吧,很流行嘛 都有很多,比如有亲戚啊,或者朋友啊 嗯,嗯,的 在这边开店,在这边开店的,都是在 啊,在我们老家恩平吧 嗯,搞一些人过来工作 嗯嗯嗯,搞一些人过来工作 包括我也是这样 因为我有一个姨妈在这边的 因为她那个时候就是我14岁 14岁她就打电话给我 问我有没有这个出国的想法 我说有 当然有 后来她就说 你胆子很大 没有 对啊 毕竟你才14岁就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那时候知道文艺瑞南是这么远的地方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根本不知道 就只知道是会出国 是啊 因为以前那个时候 小朋友看电视吧 以为文艺瑞南就是像美国那么漂亮的 住 住洋房的 洋房狗的 但是我一出来文艺瑞南 就是下去的时候 看见文艺那时候的心都心寒了 心寒了 是啊 因为我们洛基那个时候 就是往上6点钟 差不多黑夜那个时候 降落吧 飞机降落 就是看见那个海边 一些房子的 他都 都 怎么怎么 怎样说 就是很 很古老吧 很古老 很长旧 那是不发达 对 是不发达 那时候自己的心就有点心寒了 就是想心寒也有一点练仇 如果给我选仇 如果给我选择的话 我就不选择回去了 不选择过来了 这是有点后悔 对啊 因为就是 自己也回想一下 因为自己出来也是 那个姨妈给钱搞出来 如果这样回去 所以就自己也欠了一笔钱 就也想了 有好的也有坏的 好的 就是 聊聊天 好的 那时候就出国了吗 对啊 那时候也想了解一下 你14岁出国 第一次来委内瑞娜的那一段旅程 就是方便分享给我们 可以可以 因为那个时候吧 我的疑问 我就是想出国 我想也不想 我就是想说出 后来我就在我们安平 那个搞那个护照 都很快 都有一个星期 把那个护照 连那个 给那个 比如我们在做蛇丑 就是那个蛇丑 帮那个出国的手续 都大概能拿护照 包括那个 手续 一个星期时间 14岁就可以帮护照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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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我那个时候 我刚生初一 就是还有2000 就是开学 那就是那个 这时候我的父亲就告诉我 你可以出国了 嗯 后来我也有点遗憾 为什么 你不让我开学后 才让我出国 就是 但是 那其实就是您是自己选择 不继续读书了吗 是的 是的 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我就是选择 出国 就是因为 选择出国 也没有 没有什么 遗憾就是 向前 出就出吧 就是向前走 好 那你那时候是从哪里 飞到哪里 就是在恩平 去 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老乡 跟我一帮人 就是有10个人 10个人都是跟自己的年纪差不多 都是这么跟年纪吗 都差不多 都是或者啊 大两岁啊 基本上都是跟我的那个年纪差不多 好 就是在恩平啊 有那个车 车载我们去那个深圳 嗯 去了深圳 然后挂井 挂井去香港 嗯 在香港啊 都留了两天时间 两天时间 对 那你们住在哪里 就是住在那个 那个当地的丝绸 安排我们的那个住宿 哦 明白 啊 住了两天后来 就是飞韩国 韩国 韩国 我再飞那个巴黎 巴黎 嗯 所以我住在巴黎 再来这个加拉加斯 加拉加斯 对对 就是我来那个 就是往上 往上 六七点那个时候就这样子 那我想请问就是您第一次来 韩尼瑞娜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有那些正规的签证吗 有正规的 但是很难签那个时候 嗯明白 很难签因为 因为我们都是一些插边球 算吧 就是比如在签过伦比亚了 嗯 因为以前二十年前吧 韩尼瑞娜这边很 那个黄金啊 各方面的都很好 就是一个很吃香的一个国家 对很吃香的一个国家 就是把那个石头就是把那个签证签我们去过伦比亚 因为以前那个加拉加斯这个机场就是中南美洲 就是在韩尼瑞娜加斯这个机场就是那个中转点吧 嗯 就是中转点就是我们在这里中转 哦就是本来就是你从加拉加斯要去哥伦比亚的 就是从这个机场飞过去 但是你们没有继续下一层 嗯对 就是在这在这里留下来啊 嗯嗯 但是有入境 尾内瑞娜的那个签证 有有有有有 所以尾内瑞娜的签证也有的 当时是 没有 尾内瑞娜的签证没有 那怎么入境呢 就是因为他们蛇头的关系 哦 因为这里都是 塞点钱解决什么的 比较一个腐败的国家 明白明白 腐败的国家后来啊 我就是这个旅行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您的分享一下 阿权在尾内瑞娜的故事 嗯 那就是您就是那么 年轻的时候就抵达了尾内瑞娜 可不可以分享我们 给我们知道您刚到尾内瑞娜的一些 经历或者是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啊 因为那因为那个时候 我刚来这里14岁吧 嗯 14岁刚好那个时候 尾内瑞娜的那个厂医师 啊 有一个大厮 啊 办那个居留吧 嗯 办那个居留 大厮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出来 就是大厮 嗯 啊 但是啊 啊 就是我去渔民局吧 嗯 我 啊 我 孤藏的 的弟弟 嗯 带我们去那个渔民局 看啊 有没有有那么 啊 好彩吧 嗯 办那个居留 幸运 对 嗯 或者办那个 啊 居留 症吧 明白 嗯 就是因为 韦尼约拉这边就是 啊 啊 保护儿虫的 保护儿团 对了 因为我14岁那个时候 还没成年 还没成年 对 因为韦尼约拉这边 保护那个儿虫 嗯 啊 所以啊 我那个时候刚出来 没 啊 没走 就是 啊 去那个渔民局 搞那个居留 就是那个渔民局光 就把我们 啊 啊 抓住了 嗯 抓住了 就是说我们 啊 你啊 啊 你们没有18岁 嗯 那么你们父母也没有在这里啊 嗯 因为我自己 不会说 就是我那个 啊 顾湘的弟弟 他就是说 啊 没有 就是我带他们过来的 嗯 就是那个渔民局 包括我 也 啊 跟那个 也 也抓住了 嗯 抓住去了 那个 啊 啊 抓住去了 那个 儿虫保护会 嗯 嗯 儿虫保护会 就是说 啊 要你 爸爸妈妈的 一些 授权书啊 之类的 嗯 嗯 啊 因为我 我们当时没有吧 对 就是那个渔民官 也是跟我 那个亲戚吧 我就是跟他说 亲戚好 啊 这样好一点 啊 就是要他 要那个黑钱 啊 要那个黑钱吧 因为 那个时候 啊 他叫 叫那个 儿也应该比较 高一点吧 嗯 比较高一点 我那个亲戚就 不给他 嗯 就不给他 就把我们 关起来了 嗯 关 关起那个 儿臣保护会 嗯 啊 也经历 差不多 大半年的时间 那你们在那里面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呢 那里面的生活 就是 啊 他都有一个 时间的 确定 你几点 睡觉 几点 起床 啊 几点 吃饭之类的 搞 搞卫生的 这些的 就是他们也给 也照顾好你们的 衣食住心 对 对对对 啊 都是免费的 因为 啊 因为那个时候 像儿童中心的那种 要保护你嘛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现在这么发达吧 明白 啊 20年前 就是都需要我父母啊 啊 在中国 寻那个 授权 授权 这类啊 工程区之类 之类的东西 就是发过来 发过来 我们才能 可以 出去社会 明白 那 那 半年的儿童 保护会里面的那种生活 给你留下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啊 都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对 对 压力很大 那个是很固扯 因为每天都是有 四边的钱都是赚那个儿章监狱吧 就是那个比如说男性医者就是跟监狱一样吧 是这样 那你就是也有同伴吗 因为不只你一个 就是我跟我一个长兄弟 对 那你们就是两个互相安慰吗 对 互相安慰啊 还有其他在当地很多老外 那边当地也很多老外 我刚才能住在一起 好好 这里就是我在加拉加斯的 接待我的阿权给我安排的这个酒店 就是安排我在这里住 这个晚上让我休息一下 所以非常感谢阿权一家人 就是阿权的西文名字叫Dolly 然后他的太太叫Molly 然后他的儿子叫Aberto 然后还有他们的小女儿叫Elena 感谢他们一家人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好好的休整 来一个Lunter 哈哈 这边是第四新小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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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